Hello 各位朋友好 我是基地丹正狂 与总兄姊姊的股市好 社会时事来激励你 也希望能够带给你更多的正能量 这几天我有被召唤到 为什么被召唤到 就是在网路上 现在小有名气 我们的恋爱家叫Edward 最近好像被骂得非常惨 所以呢 据说第一个 他的影片有提到 以前看过我的书 然后也有人特别把他的事情 这个寄给我 然后问我说 为什么他会被骂得这么惨 我知道他的事情嘛 那么针对他被骂这件事情 我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为什么我们这位恋爱家叫Edward 会被骂得这么惨呢 我认为有四个原因 第一个 你本来就会被骂 因为现在时代已经不一样 大家想 当年我写大圣圣经 脱离好人帮正面心理学 情挑MSN的那个年代 是差不多无名小战那个时候 无名小战呢 还不像现在 网路这么的发达 可是你现在遇到的网民 所谓的网路原住民 他们从小呢 在网路上发表自己的言论 酸别人骂别人 不用实名制 都已经非常非常的习惯了 所以等于你现在会有更多的人 只要在网路上看到你 看你不顺眼 就会想要发表评论 所以我那个时候已经不晓得 你现在做这个事情 当然就更多了 这也是为什么大家觉得好像有这么多人 都在骂我们的AdWords 是这个原因 那么第二个原因是因为啊 你要知道 女孩子啊 应该说在台湾的一半的人口嘛 女生嘛 对不对 都是喜欢自然而然的 可是你教这种主动在路上看到心里的一心 要去跟他讲话 搭讪这个就是一件不自然而然的事情 那你觉得女孩子会开心吗 我告诉你 女孩子啊 对于感情这个东西就希望是自然而然 命中注定的 所以如果你搭讪搭的好 他就会在心里自己告诉自己说 哎呀 今天呢 我们能在这个场合遇到 他呢 主动来跟我讲话 这一切都是命中注定 自然而然 他会自己帮你合理化 好吧 但你搭的不好呢 他就会觉得 我怎么那么倒霉啊 遇到这种垃圾什么之类的 所以其实 呃 除了女孩子本身就喜欢自然而然 那我们作为搭讪者 就一定要给他营造一个自然而然的环境以外 我是觉得 在所谓这个搭讪的教学之中 其实还可以更多的 去强调所谓的自我提升 很多女孩子啊 之所以不喜欢来搭讪的 是因为觉得 来搭讪的人 可能啊 不管在谈吐上啊 在外形上 都没有把自己提升到一个够好的水平 今天你想啊 如果是一个非常优质的男性 来主动跟女生说话 女生会不开心吗?一定会的 所以我觉得可能要更多的去强调所谓 对男性的自我提升 以及帮助他们啊 能创造这种自然而然的环境 那么这样子女孩子就会比较容易接受你的搭讪 我再举个例子啊 什么叫自然而然的搭讪 就是啊 你如果平常呢 就非常草枯鹰眼级雪茎马蹄精 常常在看很多机会的话 你就会知道 当一个女孩子她走进捷运站 在那边看捷运的地图的时候 你明明是搭讪了 但是你立刻就一个肩膀上去 你要去什么地方 然后协助她 告诉她 这个站要怎么做 我刚好也是往那个方向 那是不是就把这个搭讪 变得比较像是自然而然了呢? 所以你要多用这样子的方式 来让对方觉得这是一场美好的卸购 这样子你的搭讪就容易被别人接受了 那么第三点 Edward会这样子被骂的原因 是因为有非常多的男生 自己觉得自己这个搭讪的技巧比她高多 她凭什么你比我红啊? 我绝对不能接受这件事情 于是呢 就会开始群起工资的骂她 又或者是说 哎呀我看你的技巧也不怎么样 凭什么你可以赚到钱 收这么贵的学费 我不行 那我也要骂你 所以你被骂也是非常正常的 那么第四点呢 一般所谓的普通男 不敢搭讪的男生 看到你居然做了他们想做 却是不能做的事情的时候 那不骂你骂谁呢? 你怎么可以做到我没有做到的事情 然后还可以用这个来赚钱 不行我一定要把你骂到死啊 说到这个呢 我跟大家讲一个有趣的事情 其实除了这种人之外 还有另外一种人是 当年有人呢 特别写封信跟我说 教主我要跟你说声对不起 我跟我喜欢的女生 到成品书店逛街的时候 看到你的书啊 好像是搭讪生家脱离好人帮了 高高的一跌堆在那个地方 我跟那个女生走进那个书 我正想去拿的时候 突然这个女生说 哎呀这什么妖魔鬼怪 怎么会出这种书 我一听她这么说 立刻只好跟着附和说 对这个垃圾 但其实我内心非常崇拜你啊 大家要知道啊 这个很多东西啊 是能做不能说 或者呢 你就让某些人去大声的推广 你就只要做就好了 让他背负这个骂名 那我来背负这个骂名 当年啊这样就够了 就好像 Edward现在背负骂名 我认为也是很正常的嘛 因为你自己想要去做这个事业 所以到我今天拍这个影片的结论 作为一个教授搭讪的前辈 我必须要跟Edward说 每个人都要想清楚 你自己做这件事情 为什么 以及你应该可以知道 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我自己呢 当时透过搭讪 其实我真正想做的是激励 我希望能够让每一个人 从绝对的自信 极下的沟通技巧 还有面对挫折的能力 这些不同的面向 来进行自我提升 而刚好搭讪 就是最能够体现 这三点来进行自我提升 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入境法门 他在累积名气这件事情上面 因为当时没有人敢讲搭讪 所以他也是一个非常容易去抓住媒体 还有一般人目光 一个非常好的宣传 可是我当时啊 在出了几本搭讪书之后啊 我就发现一个问题 因为我自己内心真正想做的事情 是讲激励嘛 是一个人不管是情感激励 还是事业上的激励 我希望一个人他不仅仅是在 对自己心仪的异性 他对自己看到人生的机会 事业上的机会 也能够这样子勇敢的毛遂自荐 可是如果搭讪教主这样子一个头衔 太大的时候呢 他就会减损了别人 愿意想要真正看我激励 那个部分的内容 我认为这个对我自己的设定啊 自己的目标呢 其实是有影响的 所以我后来呢 大家看到的 我是不是专门出的都是跟 说话力啊 激励啊 相关的书籍 就比较少去谈 所谓搭讪这个部分 这是因为我非常清楚明白知道 我想要追求的是什么 那么Edward 你很明白清楚知道 自己要追求的是什么吗 如果你非常明白非常清楚的话 那么即使现在会遭遇到非常多的挫折 打击 谩骂 那么你可能要用你自己的方式去持续的坚持下去 当然在这个过程之中 你还是可以不断的精进去把一些更好更正向的内容 带给更多人 我希望看这部片子的你 不管你是男是女 不管你对所谓透过这种主动积极认识自己新的异性 能够带来不管是爱情 还是事业上更多机会的这个理念 能不能认同 我也都希望你能够好好思考一下 你人生的目标是什么 你要怎么样去达到你的目标 你可能会遭遇到什么样的挫折跟困难 你愿不愿意为了达成你的目标去解决 面对这些挫折与困难呢 我是激励男郑宽宇 总是用这一部小社会设施来激励你 也希望能够带给你更多的正能量